3、2、1 好 3、2、1 好 你是舊生 他是新生 是幼稚園的新生 对 老师长好 你好 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长牛昌与小姨新生一起开心走进校园 这里是信义国小 为了做好防疫 在基隆市政府支持下 校方准备了用餐隔板 手部消毒机 及紫外线杀菌灯等防疫设备 要让学生们安心上学 开着使用的时候 小朋友要注意 不要眼睛去直视这个东西 原则上我们就是放学的时候 我们会统一放在教室中间这里 来做一个整间教室的消毒 你是学生还是一年级 一年九班 九班 很好 恭喜恭喜 谢谢 会紧张吗 会紧张 不会 很棒很棒 在家休息了好几个月 终于能回到学校上课 小朋友都很开心 家长对于学校完善的防疫做法 也非常肯定 小孩也很开心 期待来学校 对 然后小孩可以回复正常的上学 是很好的 对对对 所以没有 所以基隆市的防疫 觉得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啊 对啊 其实都有落实 然后小朋友其实就是卫生习惯 然后老师都会要求啦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牛昌也亲切进入教室与小朋友打招呼 还贴心叮嘱小朋友做好个人防疫 迎接后疫情时代的上课日 那本来想说会有这个一年级的新生小朋友 会哭哭闹闹的 然后不想上学 不过今天看起来是没有 今天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 那这个也没有 这个小朋友不想上学的这个状况 那进到教室里面 小朋友都很守规矩 然后我们第一堂课就是有老师 然后全校的这个视讯 来跟小朋友来温习一下 防疫的一些重点 还有加强防疫的一些措施 那让大家在这段时间回到学校 那能够安心的一个上课 好 大家加油 好 信小加油 在建制资讯化教学环境下 牛昌也透过最新装设的 大尺寸液金触控萤幕 在线上与其他班级学生打招呼 据了解 金融市从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九年级 将近700个班级都已经装设完成 是全国第一 可以透过这个电视 这个界面 小朋友的作业就直接可以用平板的电脑 直接上传到这个主机或者荧幕上面 那另外跨班之间也可以进行 这个协同的同步的一个教学 那甚至是刚刚我们在做 这个防疫的一个措施的时候 其实是全校全部连线在一起 同步来进行 所以我们建融市现在的校园的环境 智慧化的一个程度 已经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设施 应该是全国第一 然后也是这个防疫的一个超前部署 陪哥哥来 我想说你一年级 陪哥哥来 不会不会快了快了 对来试习 那来的时候学校就已经好了 对对对 对啊 好等你咯 李又昌也前往视察新一国小新校舍 二企工程及仁爱国小操场施工进度 其中新一国小新校舍 二企工程预计明年中完工启用 仁爱国小操场更渴望在今年10月下旬完工验收 对于这两校都是一大福音 虽然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 不过性小的部分应该会在明年中 包括校舍还有操场会全部完工 来重新的一个启用 那仁爱国小的操场会比较早一点 现在预计是大概10月下旬左右 工程的部分就可以完工 然后进行验收的一个动作 那只要相关的程序完成 那仁爱国小的这个操场 经过了这么多年 那就可以重新的启用 我相信这是对两个学校的师生来讲 都是一个大事 那虽然是都是百年的这些学校 不过会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校园 金融市教育处在开学首日也到各校了解 校园防疫工作执行情况 确保各校都能落实防疫 并请家长协助配合接送小孩 及送餐不入校等防疫措施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持续关注中央宣布的疫情状况 滚动调整相关防疫措施 让家长放心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